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周见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是我们 连你注重 苦能 作方 是什么 是说明 周见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令我们 心向时辰 而获得永恒不变的快乐 真理 是什么 是万物深深呼吸的自然发生 一切皆因缘缺而残忧 由因缘伤而消失 缘神缘灭 就是真理的现象 当我们无法了这几人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 解脱之事 当我们无法了这生命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 解脱之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些小孩子 父母很担心他的努力 他就是进不进好大学 有些小孩子开开心心的 一直一连 就过关斩价就进好大学 我常常想说这是是不是英国 以前我不懂 就觉得怎么 特别那么有一些人 就很容易感觉就得到 因为他有那个福报嘛 所以如果小孩子有一个尊师重道的心神 有一个我将来能够去读书奉献这个社会 对方就会很喜欢他 他就会碰到好的教授 好的老师 就那个关口好像就没有关门了 就叫无障碍 就叫好心无障碍 慈悲无障碍 但是他用心倾机 找进关系 那个门都被卡住了 所以世间人不懂 我们懂 为什么 这个世界有三个力量可以改变 第一个是自我的力量 也就是说你的动机要正确 第二个 我是个佛教徒 我们还有观音菩萨的佛力的加持 念观音菩萨就碰到好老师 第三个 我懂得去帮助老人 去点灯 去放生 所以我想各位做父母的 你应该 包括年轻人 你希望将来交到好朋友 那你现在多去帮助可怜的 你就会交到好的男朋友 好的女朋友 是 你希望将来赚更多钱 那你现在日行一散 像我是日行三散 你现在就去帮助比你可怜的人 甚至你看那些海鸥 那些乌鸦 每天在 他哪有地方上班存东西 他就等着人家布施了 那些河里面的鱼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坐了 那你 坐在别人身上的都会成就你自己 我现在知道了 以后我补习班要考第一名 就直接送一个海涛法式CD回去听 就拿第一名 对啊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 人格第一名 你学悦自然第一名 是的 刚刚讲的男女朋友 这个问题是 其实很多身边的人都碰到 年轻年 尤其在北加州矽谷 软件工程师吧 大部分的男女师 就是比例失衡 这边的男的比女的多 很多男孩子叫宅男吧 就是工程师 他找不到女朋友 他父母也急 他自己又 不知道怎么去 可能比较害羞 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什么 立竿见语的方法 可以帮助他找到好的女朋友 有 而且是 找到好的 第一次找到女朋友 第二次找到好的女朋友 在佛教 他如果 愿意念 准提咒 奥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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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准提菩萨 他能够 就是加强你这个善愿 当然好的女朋友意思是说 不是要找来解决自己的性欲 当然当然就是想结婚的 你想要去爱护他的 是是是 那你可以去念准提咒 或是大悲咒 那大悲咒 当然如果你不会念 你就念观音菩萨 然后呢 在佛前 多供养 一对一对的漂亮的红色的花 红就代表 能够让你赶快交到好的朋友 然后念准提咒呢 你自己 比如说 穿衣服啊 洗澡啊 你也可以念准提咒 在衣服 跟水里面 然后你就会 人缘很好 这是我们叫莲花勾招 我们出家人更要学啊 出家人要有魅力啊 像是这么大的魅力 那问题就是说 那这一些我们不是坏的动机啊 那同样的 那你再来 那你也要去帮助那些 譬如说 看到那个鹅都是一对一对的 对 那你不要去破坏它们 鸳鸯一对一对的 甚至我们会去放一对一对的 要被杀的公鹅母鹅 OK OK 或是去 不要去破坏鸟巢 动物的巢穴 因为它们是家庭嘛 那你如果懂得这个 好了 就算十个男生 只有一个女生 反正一定是你的 因为你创造这个因缘 你不用跟人家 因为人家自然来找你 是 找钱找不到了 钱来找你才有用 爱情你找找不到了 是爱情来找你才有用 佛教是告诉你 你从这个因下手 是 努力去积这个善因 你要得到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刚刚讲了 你要钱你就不吃钱 你要有人缘你就多微笑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 你希望老孩子 老的时候身体健康 有人照顾你 你现在就去照顾老人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譬如说 还有一个刚刚想到 你希望你太太赶快怀孕 生好小孩 那你自己看到人家怀孕 你就要在那边 南无观音菩萨 希望她母子平安 你就要祝福人家生小孩平安 那你就很容易 母子平安 或是怀孕 或是帮助那些小动物 帮祝福就行 不用有行为都可以发力量出来 心态 决定很重要 那当然如果那个情境被你看到了 你一定会做 因为你培养这个心态的 是 那你有情境看到穷人 我想要帮助穷人 你看到了你还是多少会给他的 但是你不从心态去引导 你行为就做不出来 是 所以要从心态多练习 练习心态 对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当然话又讲回来 我是个出家人 感情拥有是快乐吗 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 因为有的人想要离开 没有人想要去追求 所以根本问题你要去追求 那为什么佛陀要出家呢 你们为什么要出家呢 对不对 当然佛教讲随缘 你去攀缘找来的 选啊选啊选都不选 选你会后悔的 他们都离婚了 然后身败名列前也被骗了 我跟你讲 是 所以你只能说去制造好姻缘 那其他呢 随缘 随缘 在远的地方他也会来找 就像我刚刚问马先生说 你太太怎么认识的 是不是 她说不是啊 她来旅游就碰到了 你看远远的台湾 居然碰到了 然后就结婚了 这个就是圆嘛 是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一直去 去创造这种和谐的 和合的 团体或家庭的缘 当然很重要 佛教讲 不要背后讲人是非 不然永远孤独 就算结婚也离婚 哦 因为讲人是非 是不是拆下别人 是 那你就会被拆掉 所以一个人 他上网 经常去批评国家政府 去批评某一个 有知名度的人去批评你的总统 因为你的意见跟他不一样 这就造成你孤独分裂了 因为我觉得 因为现在网路很方便 很多人喜欢留那些 罵人的话 绝对不行 难怪 你看加州的离婚率50% 加州离婚率 我先重复 刚刚 法师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法宝 我是帮广大男性群众在谋福利 怎么样找到好伴侣 有四条 第一条 准提咒 咒星是 摁这里助力准提沙泊河 好 第二条是 佛前贡 一对一对的 红色的花 对 第三条是 放生去放一对一对的 鸳鸯啊 鸽子啊 鵝啊 一对一对的 第四个呢就是 不要去讲 背后讲人是非 不要去批评人家 不然就会被拆散 对 好 刚刚法师讲到 缘喔 谁缘的缘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像 两个人认识也是缘分 不管是两个人互相讨厌啊 喜欢啊 我想都是缘分 善缘跟恶缘吧 我是这样想 对 那有的时候 如果已经结婚了 可是他就 不知道 种种原因吧 男的就觉得 哎呀我又不喜欢我老婆 我当时可能一头热就结婚了 我根本就不爱他 女的又可能说 哎呀我老公也跟他比啊 今天什么都不好啊 当时我年轻轻被骗啊 不懂 想要离婚 或想要觉得说 受 已经觉得腻了 就这个腻 这个缘分腻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心态 我想 心态调整 就会改变 比如说我 我认识一个人 他根本 不想跟他太太一起睡觉了 反正他身材变也老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 你想想看 你太太 帮你生小孩 然后呢 帮你照顾老妈妈 嗯 那你应该对他很感恩 他说对哦 所以你以感恩的心态 不是自己欲望的心态 就陪他亲密亲密 那你到时候你再来找我 你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以满足自己欲望的 去要求你的太太或老先生 你的先生已经秃头 肚子又大大了 他已经not sexy了 对 太太一样先生 那当然 又包括家里的种种问题 都是负面的 小孩子的意见不一样 经济的压力 已经没有罗曼蒂克 这两个字可言 是 尽管他是电影明星 也没罗曼蒂克 不然这么多电影明星干嘛离婚 没错 所以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每一个家庭的问题 每一对男女的问题 这是 如何去改变心态 然后你强迫你自己 去改变 不要想说你要什么 你要想说 对方需要什么 因为他对我付出那么多 男人努力上班赚钱回来 女人帮我照顾家庭 那我能为他做什么 甚至你要开口问他 那这个时候对你是个修行人 一方面你可以修忍入 二方面你要去关心对方 然后你会发觉对方 对你的回答就变了 你开始关心我来了 他也会对你关心 再来 你会觉得说 因为互相气氛改变了 你跟他亲密 你会觉得是 感谢的 那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才是快乐 因为心灵的快乐 已经超过肉体的快乐 所以我想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对自己的妈妈爸爸这么好 因为我们感恩 对 我们不会嫌弃他老 那为什么你会嫌弃你先生太太老 因为你没有感恩的心 所以我想 那我们来学佛了 或是各位听到了 你就知道 先生真的要感谢太太 没有这个太太 你也怎么拿个儿子女儿呢 你要这样想 是 他给你一个家 而且 注意喔 女人主才 各位男人 是 一个欺负女人的男人 一定露才 一个让女人掉眼泪的 他连黄金钻石都会不见 因为女人主才 所以我想用心爱对方 你就不会讨厌 用外表用经济来讨论的话 谁都要变的 您这句话其实跟习主席 中国领导人习主席说得很像 说以财结缘 财聚 财善人善 等等的 所以刚刚法师又讲到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就是女人是主才的 女人是家里的财神爷 所以说不要欺负家里的老婆 我又讲回来 这个女人在家里唠唠叨叨 每天生气 老公一定败的 那到底是男人的错 还是女人的错 互相影响 是你主动找麻烦 老公也会败 那这个老公去欺负老婆 才也会败 不管是刚刚是对青少年 还是年轻人 还是现在刚刚讲到的 老婆结婚多年的夫妻 好像都是一个主题 就是 对方好 一切好像就是对方好 先不要想要自己要什么 自己要什么 再来外表 哪怕你美容的成为一个模特 一个影星 如果你心不好 男人会厌恶你到极点 真的是这样子 对 因为一个男人 之所以爱这个女人 是因为他的心态 对 因为其实外表看一看就逆了 对 外表都是开始而已 对 你对他的爸爸妈妈很体谅 是 你对小孩子教育方法很正确 你对老公很体谅 他爱死你 真的 因为用心态 同样男人对女孩子要用心态 体贴他的心 女人重感受 所以你要送花 送珠宝 买个他喜欢吃的小小东西 他就已经高兴到天亮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女孩子 那男人呢 男人就是比较现实 比较大线条 对 所以你要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对待 婚姻是要经营的 你刚刚讲的50%离婚 是他们没有经营婚姻 如果经营婚姻 他会讲说 我看我还是去跟他结婚好了 因为我对不起他 小别胜新婚 因为心态改变 其实您刚刚讲的话 是疏导 因为很多 当然 比如天主教也不让离婚 也不鼓励离婚 很多像我以前 我往生的公公跟婆婆 我公公婆婆 我婆婆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我公公年轻时候很坏 我就我妈妈的爸爸 赌博啊 都不回家 只有赌输了才回家 然后房子都被卖光 然后高利贷的人来打我舅舅啊 但是我婆婆就是 我的姥姥啦 姥姥就一直忍 一直忍一直忍 所以这些观念也不是 不是要忍 忍的观念也是不正确的 也是不正确的 这是我的业报 我必须接受 是 讲到父母 现在在美国啊 我们在台湾也好 大陆也好 这种家庭观念 就是养儿防老的概念 还是很深根蒂固的 所以说觉得就是 不管是男孩子 尤其是特别是男孩子 有这种责任感 就是说我老 爸爸妈妈老了以后 我要照顾他们 可是现在有一股新的声音 所以养儿防老是错的 是父母自私的儿子 又不是你的 刚刚你也刚才说到 儿子不是私有化的 不是你自己的 养儿防老是错的 应该父母 儿子成年以后 就不要让他去养你 该去老人院去看老人院 像这个观念 我们要怎么去哪里 怎么样去诠释 我想 一个人不懂得感恩 去孝顺父母 照顾父母老的时候 这个人 将来一定没有福报 甚至也不可能投胎做好的地方 因为什么不孝顺 不懂得感恩 但是做父母的 也千万不要有个观念说 我养儿是为了防老的 那这样你就太执着了 你有这种观念 那儿子对你也不会孝顺 因为什么 你只是利用我而已 所以佛教里面 还是要观察自己 你对你父母很孝顺 那你的儿女自然好像 就会对你孝顺 你要有这个强法 但是我们不是依赖小孩子 我老了就算小孩子不养我 我还是随缘清静的接受 这样你还可以超度 如果你抱怨 那你变成病很多 变成会忧郁症 那这样小孩子更讨厌你 因为跟你讲话 就被你骂他 他干嘛跟你在一起 是 所以我想佛教讲的是 和谐就是说 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做 那你本来就要感恩孝顺的 你看你小孩子 所以我经常告诉很多爸爸妈妈 你要把你儿子从小 他妈妈怎么照顾他 帮他洗澡那个影片留下来 这个 我从来没想过 你一定要让这个小孩子 等他 等他必要的时候 播给他看 你看你妈妈 怎么跟你养长大的 怎么样帮你洗澡穿衣服 拔石把尿这样子 就像我常跟我哥哥说 我说哥哥 因为我哥哥移民到美国 是我把他请回来的 你把他在美国把他请回来 对 我把他请回来 因为他在美国得癌症了 我说你就是因为仪器父母 因为他儿女在这边 他不得不来 我就讲给我哥哥 我说哥哥 我永远都记得 有一次你在家里感冒 感冒到发烧 发烧到整个人突然不会动 那个苹果拿这样 然后你知道爸爸 怎么样带你去医院的吗 他连车子都忘了开了 就直接把你背在背上 用那个最快的 跑去医院 去急救你 那种跑我下都下坏了 怎么跑那么快 他为了救你 连鞋子也没穿 我说我永远记住这一幕 我说哥哥我们那时候没相机 我那一种狂那一种急 我永远都记在我心里 现在的人好像真的孝顺孩子多过孝顺父母 对所以我的哥哥他听我这样讲 那我再跟他讲 如果你要好你一定要回来 为什么 爸爸妈妈老了你没照顾他 你去照顾儿女 你怎么可能不生病了 所以他一回来就好 一美国又发作 一回来他连续几次他就有感应了 他现在决心不再回美国了 决心不再回美国了 所以他癌症指数就离 因为孝顺父母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 因为美国的文化 英语包括英语里面 没有孝顺两个字 你印翻就叫piety pious 那pious没有说父母 pious就是中心的意思 归顺 并没有说一定是对父母归顺 像刚刚您刚做那么多法 真的是很妙法 我还提起来下一个问题 是我刚刚您突然动到 想到一个下一个问题 像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有福报的 可以认识 法师您亲自这样教我们 我觉得观众朋友也是很有福报 如果您在听的话 也在看的话 但是我们身边很多 法师好像不是那么的正确 教我们的观念也不是那么的真理 可能用俗话来讲是邪诗 那身为一个在家人 没有被开智慧的人 我们怎么样分别 哪些法师说的法师真的 我们去听 哪些法师说的话 我们不要去听 我们不要去接近 就这样子 这个是 因为网路上很多 现在网路太方便了 那信息得来的来源太多 你随便去打一个法师 什么什么道理 网路上各说各起见的一大堆 百家真名 我们怎么去分别 我想佛教长 业力不可思议 业 一个人会生在被强奸的家庭 一个人生在有钱的家庭 他过去是业 所以一个人能够碰到好的老师 嫁到好先生 娶到好老婆 生到好儿子 有他的业力 那所以我想每个人 基本上 必须要从行为开始改变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希望碰到好的善知识 我们自己要多忏悔过去的恶业 第二个呢 我们也要跟佛菩萨祈愿 希望我能够碰到好的老师 好的法师 那第三个 自己 当然也要先多 现在佛书已经很多 看一看佛经 特别是 比如说 《心经》 《八大人觉经》 《地藏经》 你看了你才知道说 那佛教的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那你就凭着这样子的简单的内容 去寻找 这一位老师或法师 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思想 你不能说 光天隔壁的讲说 我师父很好 然后会有神通 然后就带去了 很多这样子现在 那问题是你自己愚痴 这个信仰是一种生命的 牵涉到 不是生活的 生死问题 当然这两方面 也就是说 佛教这一部分 也应该要想尽办法 就像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透过网络 想尽办法 真的很卖命的在推广 甚至有人说 海涛法师你三今半夜 都还在传简讯 我说我已经很卖命尽力 因为我希望 把好的佛法传出去 但是这是我该做的 我尽力就好 但是我还是必须随缘 所以我想这是两方面 佛教的部分 应该做一些更好的训练 训练好的医生 就像好的医生 好的护士 训练好的法师 或是好的在家菩萨 正知正见的 那第二个呢 自己也要有智慧的判断 那也要多修福报 比如说你还没有去皈依之前 我们家里贴个佛像很容易 多供养啊 多拜佛 然后呢跟佛菩萨 让我能够碰到很多好的法师 好的道场 然后加上刚刚讲 你自己也看过 释迦牟尼佛传 对 这你不能懒了 你连佛 看一个佛陀传 一个钟头就看完了 现在还有漫画 你知道佛陀在干嘛的 我都是看漫画的 所以现在网路上 有很多佛陀传记漫画 观音菩萨漫画 你从头要把它看完 那你就知道说 那我要去到场 它符符符合这个思想行为 是 如果符合我才去 而不要道听徒说 就像我们去开刀 我们要去探听这个医院啊 医生啊 对不对 这我想还是要有一点冷静的智慧 是 我觉得 现在随着网路的发达 失去资讯的方式变得很方便 也变成很多烂资讯 不好的资讯一并吸取 我觉得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力 但是比如说 常常 包括就是佛教的法师啊 我是在家 我这样看 有的这个法师说 哎呀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说咒语啊 咒语是写的啊 你不要去 这个法师说 你不要去碰密宗啊 密宗这个是不好的啊 这个又说 各说一套 那我们就变得无啥啥 但是 显教佛啊 密宗也好的 我们的书跟他的资料 都是公开的 对 应该自己去翻一翻 那些书 如果你只听这个位 我们叫佛教有个原则叫 依法不依人 你不能光听这个人讲 你就被他影响了 那你要去研究研究啊 首先你要很客观的去研究 那你去研究 对 他讲的都是佛法 也没有说 显教或密宗好 或是哪里好 对我来讲 因为我的师父很开放 我自己也愿意接触 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因为佛陀明明规定 我们法门无量 誓愿学 你才能够利益众生 那所以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那如果你自己把自己设定为 我是汉人 我要学汉传佛教 佛教是印度的 所以也是 那问题我们要的是 那个佛法的道理 那不管是尼泊尔人 不丹人 或是泰国人 只要有佛法的道理 这些对自己跟对别人有帮助的 我们就应该很虚心的接受 但是我发觉 现在有些人还是责善固执 他这个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叫法执 法执就是我针对那个有分别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想自己素式的善根 也很重要 加强自己的动机正确 那总是会看到真理 不然你把 你把一个人去伤害到其他宗教 或其他法门 就已经没看到真理了 这很恐怖的 所以因为 一杯茶也有他被利用的价值 那你说基督教说的也是对的 对 基督教他是有限的真理 在某一个范围他是对的 但是佛教呢 但是也不是他不对 他就叫人天善法 他讲的就是升天的方法 难道错吗 对不对 但是他不是究竟解脱的方法 是 但是你要得到究竟解脱 也不能够离开人天善法 基督教愿意升天 我们都非常的祝福 就像我们下午去魂牧 那些基督教魂牧 我们要观想圣母 来耶稣基督 来十字架 来引导他们升天 我们把我们的功德给他们 然后也希望阿弥陀佛 顺便来 随便他选 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对可以 本来就可以 因为念头决定以前 你提醒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了 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只要他 他有因缘 他相信他就看得见 然后他就去了 所以阿弥陀佛 基督就是这个代名词 对 他愿意去天界就去天界 他愿意去极乐世界 就极乐世界 都可以 如果你当时候念大悲咒 那十方诸佛都会现前 念大悲咒就是这样 都伸出手 你要去哪里随便 但是我们只是提供选择 只要他不要受苦 是 先脱离孤魂野鬼 地狱 先去升天 去做人 去极乐世界 OK 这样 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 来面对他们 是 如果你强迫说 你是个基督教徒 错 你要信我们佛教 对 那对方已经不接受你了 我知道您这两天好像 谈我们 我们前天上说八观再戒 我想跟你问问戒 我觉得很多人 对戒这个不是很理解 包括我之前也不是 我现在也不是很理解 感觉好像戒就是很不舒服 就是要叫我不行那样子 不行那样子 我想知道戒怎么去守 怎么功德又是什么 戒不是约束 是保护我们 叫我们不杀生 我们就不会下地狱 是 我们现辈子就会长寿健康 广觉善缘 所以戒是保护我们 佛陀用戒律保护 这些佛弟子 不会下三二道 可以升天 可以去极乐世界最后称佛 是 所以 当然所以佛法 你还是去理解 我们为什么会守八观再戒 至早麻烦吗 不是啊 因为我守八观再戒 我七世升天啊 七世做人啊 现世没有这些车祸啊 不会得癌症啊 过去我还没有守戒以前 所造的恶业也可以消除啊 所以戒是保护我们 所以佛陀说 佛在是以佛做老师 佛不在是以戒做老师 你只要持戒 戒在则佛在 就是佛在加持你 我们一般佛教徒讲五戒嘛 杀到 凝望久 那每一个戒条它的功德是什么 哇 那你守一条不杀身戒 就有五个护法神在你身边 这辈子不会血管爆裂 不会手脚断掉 那佛经德不会碰到有一种 因为鬼有很多鬼 是很多鬼 你破掉这条戒 你就那种鬼会来找你 刚刚法师的意思是说 戒其实不是 佛制定下来保护我们的方法 然后呢 其实前天呢 我有信啦 跟法师说一个八关在戒 我觉得最震撼我的地方 就是法师说 一日一夜八关在戒 好像是二十小节 可以升天 那待会再请法师解释 一个节是什么意思 感觉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天 很多天在天上 那我还问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 我说那万一我这辈子杀很多人 我是一个大二人 我注定下地狱的 那我守八关在戒不就解脱了吗 那就是不用受了吗 有一个前提 我们受八关在戒那天 会先忏悔 过去你杀了人 事实上现在杀人的很多 哪一个女孩子没杀过人 剁胎 剁胎 剁胎就是杀人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知道错了 所以我不会再剁胎了 进一步 我还要超度这个小孩子 进一步 我还要想要忏悔我这个杀业 有一点我必须讲 虽然你超度这个小孩子 但是你剁胎的业还在 杀了 对不对 下回怀孕 就不小心怀孕 我们也会把它生下来 居然再怎么不方便 再怎么对生活造成困扰 对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佛陀要我们守八关在戒 而且并不是说 刚刚你讲的 我今天是我明天故意去杀 因为 除了没办法说 因为我家是杀猪了 我 我现在还没办法改 但是如果说 最人 当然佛教里面 杀人跟杀动物 夜暴又不一样 你杀大动物跟杀蚊子 夜暴又不一样 不是都平等生命吗 没有 就不一样的生命的品质 不一样的夜 因为你杀一个有记忆性的 跟杀没有记忆性的鱼 那杀有记忆性的夜暴 比较重 所以杀人最重 对 然后杀对你有恩的 跟杀一般人 夜暴又不一样 你杀到你父母 跟杀到一般的普通的老人 那结果又不一样 那我们只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才要来守戒 那你守戒了 我已经决心不会再杀了 是 所以我守这个八关在戒 那这个八关在戒的力量 就可以让你二十小戒 一戒是十三亿四千万年 十二十那几百亿年 对 那这几百亿年你都是在 在善道里面 就是人道天道里面 那人道天道又有机会 你又能够清静到佛法 你一定会把他忏悔掉 而积了很多功德 所以就改变了 就像天上的神 他活了三千六百万年 他死了要下二道的时候 他只要能够去归一三保 他就不会堕落三二道 他可以升更高的天 只要归一 何况我们受戒 所以我想 当然就像 您这样有福报受到八关在戒 你要放鞭炮 感觉起来好 捡到大便宜 太好 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办 如何让别人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会想办法去监狱船 就跟他们讲到底 好啊晚上不吃小事 对不对 但是他们可以改变命运 枪毙以后 至少也不会堕落而倒 但是这样听 那些人就不高兴了 我就让他下第一的 你干嘛去船八关才戒 会有这样子喔 有 你今天被执行的还有这样子喔 有家属啊 他把我女儿强奸杀了 我就希望他死了 还下地狱 你去干嘛去救他 当他碰到这种家属 我也会跟他讲 你不能有这个心态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你女儿更不能超度 你应该要想办法 不要光报复 而要想的是如何超度你女儿 对不对 是 所以我想当然就要找机会跟他们谈 只是说 一天一夜八关灾戒 就有这么大的福报 何况人家一辈子出家呢 是 所以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出家人 他虽然不会讲经说法 但是他一辈子出家守戒律 哇 你给他供养一个红包 下辈子本来是这辈子命运就改变了 是 所以各位要懂 你这样讲的是正确 这也是老板人嘛 老板这辈子有钱的鹰 他懂得供养出家人 我觉得出家人是福田嘛 就是种 让得到 可是我知道我这种想法是很小的 但是出家人为什么是福田 因为他慈戒 慈戒的出家人 对 慈戒的 那慈戒在世间就是道德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就是世间的福田 是 今天你公司人找总经理找经理 你不要以他的能力为标准 你要去 他 这个人是不是在家孝顺的父母 也爱护他的妻小 这个人到你公司来 保证让你赚钱 因为他是福星 他不见得代表能力 如果你不管这个 我管你娶几个老婆 你只要有能力帮我赚钱 那你保证亏钱 那现在的人 你说HR 讀MBA 教的你都是这些东西 问题就是说 所以你要去问 那我就不一样 像我们经营生命电视台 我们很多试验 用的人 能力摆在后面 道德第一 你有没有孝顺父母 我都会去问 我会去调查 对 我今天跟何导也在聊天 他跟我说 你当时跟秀慧 秀慧法师 那个师姐 对啊 应征她的时候先说 你要守五戒 对啊 就是我们自己 以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守五戒 那你有爱心 那我们互相帮忙 能力 互相努力就好了 是是是 所以我一直强调 人格第一 戒律最重要 道德最重要 所以我想 那我们守八万载戒 就是一种道德 为什么 我不伤害别人啊 我今天不伤害你 我今天不骗人啊 而且进一步 我今天 不起欲望啊 还可以解脱 是 进一步我守戒的功德 又回向给众生啊 那整个洛杉矶 整个旧金山就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进入高潮 真的 刚刚讲了快接近两个小时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你就算信也好 不信也好 就守一日夜 了不起这二十四个小时 换来 假设如果是真的呢 幾百一年 一年 事实上每一个华人都守过 为什么 只要家里老人家往生 你第一天要披麻戴孝 披麻戴孝那个 就叫八观再接 那美国的华人没有啊 美国华人往生 没有披麻戴孝 所以但是至少你会 人家会叫你穿素的衣服 那只是说 做法师或是你现在了解的 你要告诉人家 爸爸妈妈往生啊 守孝七天啊 就是八观再接的意思 所以就是 不杀生不偷到那一天 夫妻分开睡 不要吃肉 那不要 甚至过早还叫我们 困操球啊 就是说不要睡夫妻床 是是是 就是八戒的意思 那这个是最大的功德 来报父母 如果子女出家一天 父母就有升天的机会 出家一天 父母就有升天 所以泰国人 为什么说 从小就要让小孩子出家七天 爸妈会庆祝的钥匙 因为他生下的小孩 其实为他们出家七天 这个爸妈将来可以升天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不是 所以我们 我们汉人出家都是为了抱父母恩而出家的 我知道您是为了母亲的身体 因为我 我这样对他很好 对我更好 可是有的时候 汉人说你出家你不孝顺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孝顺不是光这一辈子 出家人 父母生病更要照顾父母 甚至出家人 你爸爸妈妈满七十岁也没人照顾你 你一定要接到寺庙来亲自照顾他 但是一定要的 所以出家人是为了 报答父母用我这个身体来修行 而不要来吃喝玩乐 中国人常常有这种传宗接代的思想 所以问题就是你要告诉父母这个思想 你学佛了 除了孝顺他现世的身体 你要孝顺他来世的解脱 所以你要慢慢去影响爸爸妈妈 懂得这个因果轮回的道理 虽然很困难 但是你还是一辈子去影响 然后慢慢他就会改变了 因为父母没超度 子女绝对不会快乐的 父母也没超度 子女如果父母 就不顺吗 对一定的 如果祖先没超度 所以中国人很重风水 祖先没超度 子女事业感情都不会顺的 好像是 以前那个听他们讲 那个大老板 台湾的都要请风水师去看祖坟 一定要 因为有些夫妻两个感情好得不对 他是天天吵架 为什么 他妈妈死了 还在做鬼 在家里 在家里两个怎么好的起来 超度 法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超度的概念 因为其实 超度就是不要让对方受苦 起码不要下第一 比如说这个人是得癌症死的 现在他死了 他还在执着身体得癌症 这个不行 这个他还在更苦 他变鬼了 还在痛 还在痛 对还在痛 然后会影响上我 会 这个因果关系又不太理解 中国人都知道说爸妈死了 头七二七他会回来 对 那如果他还在得癌症 他会回来 家里有人就 他就会影响家里得癌症 他不愿意啊 但是他没办法 他身上有这个 所以他父母他也不想 对 如果父母现在升天了 子女就会很发财 为什么 因为父母在福报 他一定会把这个福报给儿女 所以法师又给我们一个赚大钱的方法 对啊 就是要孝顺父母 要超度祖先 是是是 那如果 那我们可以去 我们去超度别人的亡魂呢 那更是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也可以 有关系啊 不是 但是你要超度别人的亡魂之前 一定要先有能力 超度自己的父母 才能够去超度 自己的父母先超度 对 那 活的要孝顺 死亡的要超度 那超度的方法 佛教给我们讲的很简单 你就按照地藏经 超度那天不要杀身 念地藏经 供养出家人 放生 帮助贫穷人 这个方法很正确 就像我们去扫墓 对 扫墓并不是我拿一个 爸妈妈喜欢吃鸡腿 所以我拿鸡腿来拜 那你就要把妈妈推入地狱啊 现在好像好多人都这样子 所以 拜壽載一只乳猪 烤一个乳猪 廣东特别多这样子 廣东人就是整个泰国 佛教国家也是这样 就是泰国只要是 扫墓 華人全部杀烤乳猪啦 可能 准备再放个苹果 那就是因为他没有 机会看到佛经 或是听佛法 听到法师讲佛法 是 你要他超度 你帮他杀身 他怎么会超度呢 那不合天理嘛 所以 这个蛮合逻辑的 对不对 你把这个水果拿来拜他 或是把这个水果去给难民 或把这个水果去供养出家人 他才会得到那个功德 是 而他如果在做鬼 你给他吃吃得到吗 木剑年拿饭菜 他妈妈吃得到吗 他妈妈吃不到 连阿罗汉都没办法 你有办法吗 所以佛陀就教我们两个方法 一个 你用这个素食的食物去供养 有德行的人 或是把这个食物去帮助最贫穷的人 然后再把这个力量回向给他 让他有福报 这个才是正确 那如果你要拿食物去拜 可以 像我们今天去 我们把食物呢 念咒 回向给所有孤魂野鬼 那这样对他就有帮助 然后这食物就留在那边 留在那边流浪狗来吃 这边海鸥鸟来吃 还可以布施给鬼动物 如果做一点烟公 辨食座 还可以布施给鬼道 那这样的力量 才可以给这个祖先 那我知道跟法师 一起去 这很好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美国 或者我观众朋友一个人 在美国 也台湾沃沙基 想要做这些事怎么做 那很简单 因为慈悲不分在家出家 你今天就拿一点食物 那什么仪鬼吗 我们不懂啊 没有没有 你就拿到魂牧区 那找一个树下 是 然后就把这个食物 放在 先拿在手上 我先替你们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神 就像供养出家人一样 因为他们之所以做孤魂野鬼 就是没供养 那我这份食物先替你们供养 帮他去做福报 对 然后供养完以后 这份食物呢 我也不拿回家吃 我用这个食物呢 又布施给孤魂野鬼 念翁阿宏 或是念观音菩萨 就念翁阿宏三次 对 然后我们一般是这样 会拿三分之一 鸽子来了 海鸥来了 先布施给他吃 那这个就是布施食物啊 布施食物给可怜的动物啊 所以佛陀说 你布施食物给可怜的动物 比供养佛的功德还大 因为佛已经成佛了 根本不需要你这些 他只是让你修福报而已啊 所以 但是我们还是要替他做 然后再布施给那些鱼 所以我们今天布施 我看今天有一千只鸟 有一千只鸟啊 躲那么多 那些鸟真的是菩萨 就在挡在墓园的门口 谁要进去都要布施 先替他们布施 然后再回向给那些外国人的墓 因为他们不会布施 所以我想任何人去做 乃是你点一支箱 你这个观念 你要想说 我这一支箱 用这支箱替祖先供养佛 然后我这一支箱也请佛加持 化前焉供布施给故昏野鬼 或所有伙墓 最后再把这个回向给你的爸爸妈妈 那你在浮沫区做也可以 你在家里做也可以啊 什么是回向 我搞很多 我搞很久才搞不懂 都什么叫回向 回向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布施一百块美金去帮助穷人 但是我不要贪这个功德 OK 我把这个功德 要慈悲 回向给所有没有福报的众生 那你看 所有没有福报的众生几百亿啊 对很多 那你这个功德就几百亿乘以一百美金 所以回向 那这样也是一个贪心啊 我想要乘好几百亿 我才这样说啊 因为你 我在讲的是 无法避免的果报 因为我自己不贪这个功德 我把功德回向给众生 反而功德不得不跟你 而且功德变成百千万一倍 所以地藏经告诉我们 你念完地藏经 不要光回向给你的祖先 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在受苦 假设你这样认为 那你送地藏经 更要回向给所有往生的人 那福报有这么够分吗 够 因为这个回向 跟 就是说我一杯水给你一个人不一样 因为这个回向佛一加持 有一千个众生就变成一千分 有一亿个众生就变成一亿分 所以这是不用分不完的问题 分不完的 就是说一滴水滴到大海 整个大海永远有这滴水 那如果你不回向这滴水 放在石头一下就蒸发掉了 哎呦 这个比喻比喻 对 那你回向以后 不但 舍弃执着 你还得到更大的福报 就像你布施一百块 舍一得万 因为你布施嘛 是 那你为什么布施 我根本不是为了得万而去布施的 是 但是因为你当下的那个布施心 所以你就发财了 那有回向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语啊 言语啊 那每一部经里面都有 就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他众生都得到 我等于众生 通通得到 也包含你哦 嗯嗯嗯 接共臣佛道 接共臣佛道 然后回向往生者就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有这个祭雨 那如果回向现世者 愿消山藏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在佛经里面后面都有 那如果你不会念 忘了 这个会忘记啊 我这个功德布施给所有众生 这样也ok 这样也ok 那你可以念一万个回向 比如说布施给所有众生 布施给所有生病的老人 布施给现在的那些小鸟 布施我家里的爸爸妈妈 你都一直念可以 一直沉 一直沉 你愿越多功德越大 我布施给美国 我布施给加拿大 像我都是这样念啊 我从 从洛杉矶来 我就一直在回向 今天我在LA 明天我要去 亚特兰島 我都一直回向 再来我们再去加拿大 我都一直在回向 因为我每做一个功德 那你想想看 你可以回向一个钟头 看你啊 但你回向一个钟头 这一个钟头是很慈悲的 那力量就更大 所以那你在美国你要回向 我今天念的这个 金念大佩座 回向给所有美国的黑人 那你就跟一亿个人结缘 是 再来 所有往生的黑人 那你有跟他结缘 那你这样就一直培养爱 是 然后对方真的得到哦 是 相信他就得到 这是继八观灾界 第二大秘诀啊 回向 所以回向也是一种修行 回向也是修行 那愿这个社区的所有家家户户 的人都得到我的功德 愿这个社区的每一个土地神 树神都得到我的功德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念一个钟头多慈悲啊 是 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修啊 哦 就是说你在做每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要送地上金 你也可以 我以前都以为这是行事主义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真的 万法唯心照 比如说我要送地上金之前 我一定先念 我有一个钟头 我就说我今天要送地上金 愿第一头 你可以念 还没开始念 我就可以已经修 悲心修一个钟头了 因为我要开始念了 就像他们要摄影 你看从下午忙到现在 对 功德不是现在 所以我常跟我们摄影师说 你们下辈子已经帅得不得了 聪明得不得了 都是正法 而且多少人看 你们功德超过我 我不过是电视上的一个东西而已 透过摄影机 透过网路 对不对 才是真理嘛 是 所以问题是说 他从开始做业到现在 都是在做功德 是是是 都是在做功德 虽然很累 但是很有意义 是是 就像你一样 就是说今天下午我要来 你也要提早来做业 想想要问什么 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积功德了 我只是想大家想他的问题 因为你在想的是大家 不是我老 你只要一直别人想 后面的财神就一直来 慈悲 是 后面的福报就一直来 我们关心别人的小孩子 你的小孩子长大一定很乖 是 因为你在关心他们 我们关心别人的爸爸妈妈 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很好 是 所以佛教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的动机 一定要为众生 是 最后做完了更要回向给众生 是 不执着给我爸爸妈妈 是 当然最后一定也回向给爸爸妈妈 所以我想 那当然回向就可以讲一部经 佛陀在各种经典讲我们回向的方法 那所以这一点还是要 老实说 来到美国人应该都是知识分子 特别年轻人 对 真的花点时间看看佛经 现在佛经还免费还拜托人看 对不对 你看去素食店都挤得满满的 人家都不拿 真的 我是最聪明的 所有我都把它看完了 哇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真理 我不要浪费 我已经浪费了一半半辈子了 我不想再浪费了 对 感谢感谢法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总结 法师我们刚刚聊 最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所有事情都反作用力 与其去抗拒它 或想要期待改变这个作用力 你不如去反过来思考 直接去 比如说希望人家喜欢你 你就先去爱别人 希望人家 找到男朋友 找到女朋友 去佛前共化 这些都是反作用力 反的想 不要想自己先想别人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最大的法宝 就是八观载戒 如果守一日一列八观载戒 就是杀到淫忘久 不去消遣 就是娱乐 不睡高管大床 不香花徒生 就可以得二十小节的天人福报 幾百亿年了 我也说不清楚 第三个大事 就是做事情要回向 超度祖先回向 对自己人生会变得更顺 法师有没有什么事情 要跟我们再开始一下 首先我要随喜 我们马正义菩萨的慈悲 除了家庭事业在努力以外 进一步能够关心众生 关心社会 就是说懂得佛法 所以我心里一直期望 不但是马先生 就是各位你现在在看网络 你也是关心众生的 就想关心你自己 所以为了别人 我们要多一点了解真理 为什么可以帮助 像马先生的小孩子还小 小学 太太还年轻 父母都还在 那你懂 你就可以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如果平安 你就平安了 对 意思是说这个关系很好 那如果利用这个关系 也让别人有机会得到快乐 对 那为了要让别人得到快乐 所以我要把自己 塑造一个模范的人格 模范的人格 特别是华人 我不需要跟你争权夺利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人 我们华人尽管不要在 我是说少数民族来说我看不起自己 嗯 因为我懂的佛法我太宝贵了 嗯 但是你们不知道啊 是 在美国他们一直在平最强的国家 最先进的 对 但是很可惜 那个都是一个表面 一个暂时的果报 因为他们不了解来世怎么样 所以那我们都知道了 那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关心社会 一起关心父母 一起关心家庭 一起关心国家 那为了要关心 那我们一定要负一点责任 是 不能拿个针就乱打针了 是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清净善知识 或是自己多看佛经 释迦牟尼佛说 就算没有法师 你只要看佛经 按照戒律去做也不会走错路 就可以碰离开很多邪师了 那你如果看了佛经 又守戒律 那你自然就会碰到好朋友 嗯 好的道场 所以 当然透过电视网路 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道场 嗯 所以我们在这边 希望我一直跟马先生说 我一年才来一次 六金山 搞不好不见得每年来 但是 像您在这边 那你就要负起一个责任 好重的 好重的担子 为什么因为 上有老下有小有 有职员 有员工 还有二十间学校 对 对 有这么多员工 学生 还有很多社会关系 什么叫智慧 该做的一定要去做 不该做的不要做 叫智慧 会伤害自己 会伤害别人 千万不要做 能够帮助别人 又可以帮助自己的 一定要去做 这个叫智慧 那我们听了佛法才知道 当然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能为了赚钱 不择手段 对不对 那既然要办教育 那家长就是希望这个小孩子 除了会读书 有成就 又能够做一个好人 那我们要对他整体关怀 是 也让 也让这些家长都知道 你送到我这个学校来 全包了 我把他当作我的儿子来看 不是灌输他宗教信仰 是 大家要去信天主教基督教 我们要的是精髓 而不是排斥 你都可以随起你去信仰 只要你升天 是 只要你快乐 现世快乐来世升天 OK 那我想我们必须 负起一个责任 我想做家长的 刚刚讲 谈到家长跟子女问题 因为你家长没有了解 所以你就随便做一个决定 到后来再后悔 对 那我想那现在来得及 补救的 我们就要开始去了解 去沟通 去站在对方的立场 夫妻之间永远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那就可以改变 愿这两个钟头 对我们自己 对父母 对周遭 对世界都有帮忙 只要我们去实践佛的思想跟行为 实践 而不是 这个叫修行 而不是光听光讨论 是 要实践 所以最后我们来回向 把这个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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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得听闻佛法 接闻听闻佛法 深信因果 持戒不失 持戒不失 法菩提心 把菩提心 同臣佛道 同臣佛道 愿往生者超度 愿往生者超度 愿现世者平安 愿现世者平安 愿小孩子守道德 愿小孩子守道德 愿老师有思想 愿老师有思想 愿父母能够了解佛法 愿父母了解佛法 愿一切满愿 愿一切满愿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谢谢法师 世识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陀花苏 红花兴典 9月27日至10月17日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10日星期二 上午印度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参访大爱道比丘尼四月 及燕贡 10月11日星期三 然登古佛圣诞 广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身行与恶行程一亿倍 印度铁丘仁波切四月法会 10月12日星期四 念卢舍纳佛大士至菩萨 持在处罪一千节 行天王爷千秋 印度铁丘仁波切四月 慈贝师时及铁丘仁波切开世 10月13日星期五 念地藏菩萨卢舍纳佛 持在处罪一千节 上午十点半 印度铁丘仁波切四月 举办开幕仪式 下午两点半 恭请铁丘仁波切开世 10月14日星期六 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万倍 上午十点 印度铁丘仁波切四月 观世音菩萨灌顶法会 下午两点 联师圣虎慈悲诗时 10月21号星期六 秀心通过公德日 三行与恶行相十一倍 上午十点 心得普通铁丘仁波切一 百区联合合生 点点油肿跟主比细细发肥 两个电话 空二 二九一七八八五五 空三五三三七三六八 十一过三个星期五 联阿蜜豆腐 七载十多两百颗 主圣虎祝圣诞 南昆 五三翁牙禅秋 秀心通过公德日 三行与恶行相十一倍 下午两点半 今晚文化教心灵钢测 两个电话 空八二三二六六五一 十一过四个星期六 获得燕雲欢回灵感日 修心通过阿蜜豆佛书成功 三行与恶行相一万一只倍 上午八点半 今晚金鹅综合体育館 八点半 两个电话 空八二三二六六五一 十一过五个星期 修心通过公德日 三行与恶行相十万一只倍 下午一点半 今晚金鹅综合体育館 点前点